美方以谎言为依据 滥用实体清单 打击新疆光伏产业 有关行径 不仅违反国际贸易规则 和市场经济原则 也破坏了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 从棉花到光伏 从农业到工业 美方以人权为幌子 不择手段打压新疆产业发展 损害的是新疆人民的生存权 发展权 也充分暴露出美方的真实目的 不是关心事实和真相 也不是真正关心新疆人民 而是制造强迫失业 强迫贫困 霍乱新疆 遏制中国发展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